结婚60年的汪惠明和刘玉珍贤康力 在基东市长谢国良 基东市议会议长佟资伟 和多位基东市议员等人陪同下 一起切下三层蛋糕 象征所有夫妻勇于爱和情谦一世情 这是基东市政府社会处在基东长龙桂冠 红圆会宴广场举行的钻石婚 金婚以及红宝石婚表扬活动 总共有155对结婚40年以上的夫妻出席参加 最长的婚龄是住在安乐区 现年94岁的汪惠明和75岁的刘玉珍 有60年的婚龄 阿公阿嬷就是这样互相包容 展现老一辈对爱情和婚姻的永恒 基东市长谢国良 基东市议会议长佟资伟 以及各区市议员们也都亲自到场祝贺表扬 并且和155对神仙眷侣们合影留念 这个上个月我也自己开了一个小桌 大概24个亲友庆祝我的结婚十年 那所以这个我结婚十年 我都觉得好像还不太容易 没想到这个在座的长辈 像几十年如一日创造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们才是我小爱爸爸跟我们家小爱 还有他妈妈 我们最敬爱跟尊敬的长辈 所以我今天是怀着崇高的敬意 来参加今天的钻石婚 这个宝石婚跟金婚的这个庆祝这个活动 也祝所有的长辈 现在年纪大了 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们家里的长辈 我们也是有都不同程度的面对很多健康的问题 有时候看了真的心里也是会难过 但是就是要在这边呼吁各位长辈 拥有了健康 才是拥有最棒的家庭生活 没有大家的付出 就没有今天基隆的繁荣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 不只要向大家 不只要向大家学习持家的经验 也要向各位打造更安心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长辈不用为老烦恼 也不用担心子女无力负担 一个健康老化活药老化在地老化的友善环境 是我们市议会与市政府 要共同努力建构老人福利政策的重要工作指标 看到幸福自信的特质 并积极促进社会参与 是成功老化的表率 令人感动 也期盼所有的市民 都可以拥有这份幸福美满的人生 祝福所有的家傲 在未来的日子里 爱情继续绽放 健康快乐与你们同在 你们的安心放心 也是我们的工作 也是我们的荣幸 祝福大家 来自全市七个区 接受表扬恩爱的老夫老妻 更是把握时间 在餐厅内特别布置的景点 拍照合影留念 回忆过去年轻刚结婚时的美丽 也享受结婚四十年 五十年以及六十年后 美满幸福的好滋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